哈囉,大家好,我叫韋欣 然後就是我今天是講行銷傳播產業 那其實大家當初如果在報名網頁上面 看到我的名字的title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疑惑,或是掛錢什麼什麼的職位 那其實我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就是換了一個工作到了新公司 可是他們那時候跟我約這個行程的時候 是大概很給我錢 然後那時候就跟他們講說 我可能會換工作怎麼辦 沒關係,那你就分享前一份工作的心得這樣子 那因為我不太知道 大家對於今天來參加的人 是主要有沒有很多人想聽行銷傳播產業 因為我有看了一下 就是在那個焦點的Facebook上面 就是我的那個宣傳的那個照片 是最少來按讚的 所以我想說 應該會今天大家沒有想聽這個產業吧 那我想問說 不曉得現在有沒有人想要進這個產業 或是想對這個產業有所興趣 然後不太知道在做什麼東西 可以是讓我知道嗎? 大概有哪些人 好,謝謝大家同場 好,然後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前一份工作和我現在在幹嘛 因為大家可能會有點疑惑 那我在網頁上面掛的是 台灣廣告主席會的執行秘書 那其實我的前一份工作 我同時做了兩個職位 就是我是進了一家雜誌社 叫動腦雜誌社 他是專門做行銷廣告相關內容的雜誌 那可能只是讀相關產業、相關科系 或是讀氣管相關科系的同學會比較知道 那因為我是擔任社長的秘書 那社長是廣告主協會的秘書長 所以我也同時管了一個協會 但我們協會只有我 就是是一個常設單位 是秘書處 所以就只有我 然後負責handle是協會 一年12個月的所有活動和客廂會議這樣子 好,那 現場有人知道廣告主是什麼嗎? 就是我的協會名稱廣告主 好,沒有人知道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會讓大家很疑惑一點 好,然後我現在的工作 我現在工作大家可能會比較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現在在一家遊戲公司裡面當公關 那遊戲新幹線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是我們公司的遊戲 大家也有聽過就是ROC金傳說 對,然後我們下個禮拜也有RO2要上市這樣 好,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好,然後 先講一下我剛初為什麼想進入這個產業 好,因為我沒有表情的時候 會讓大家覺得我看起來很嚴肅 而且我是一個不太喜歡做辦公室的人 對,我喜歡就是跑步 我好像前幾次我剛參加完Nike的路跑比賽 剛剛很多人好像有講到就是喜歡跑步 然後我也喜歡認識很多人 所以像其實我大學打工的時候 就是打了很多服務業 有餐廳啊 甚至有在台北101上面觀景台 就是做打工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希望 希望進入一個每天都有不同事情發生的產業 那我最喜歡就是發生突發狀況 就是危機處理 因為不覺得有一個事情突然發生是一件很刺激 然後你可以很享受要去臨時處理它 然後handle它然後的過程 然後結束之後你會非常有成就感 對,我喜歡那個成就感 而且我沒有辦法待在舒適圈太久 尤其是,其實我是屏東人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就來台北 然後因為屏東是一個比較 相對來說比較舒適 比較沒有刺激感的環境 對,所以我就是會比較喜歡這個行業 然後其實這個產業呢 可能比你們想像中的要寬廣 不是平常你們在影光幕上面看到的 就是電視上的那些電視廣告啊 或是好像就是主播台的上面的主播 或是在跑行為記者 其實不只是這樣而已 好,那就是簡單稍微講一下 就是這個行銷產業大概分三個部分 這個部分好像我剛剛有跟那個 今天我認識的朋友講說 我好像講得好像補習班老師一樣 又會有很多專用名次 就是媒體這個是大家一定知道的 那廣告組就是我剛剛前一份工作 或者我協會上面是廣告組協會 簡單來說廣告組就是掌握媒體預算的人 但在台灣來說 你可以很簡單就把它就是理解成企業 所以我前一份工作那個協會裡面的會員 就有像中華電信啊、寶潮啊 然後會館、義美 對,然後會員代表都是他們的董事長或是老闆 所以我前一份工作都是在跟這些企業大老闆們接觸吃飯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代理商的部分 代理商很簡單就是大家有聽過的廣告公司啊 就是公關公司、媒體代理商公司 對,好 然後所以行銷產業大概是由這三部分構成的 大家如果名詞解釋之後 之後可能會比較懂在講什麼 然後代理商的部分啊 很多想要進行銷產業的人 其實不太知道要怎麼去下手 就是我要去投履歷 我想投這個產業 但我不知道哪些公司可以投耶 因為其實我高中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知道我們在屏東讀高中後 就不太了解那個廣告是什麼 像我跟我媽媽說 欸我要去讀讀廣告系 然後我媽媽就說 欸是那個就是做廣告看板的那一個嗎 對對對 就是大家好像不太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其實呢就是在這個產業啊 代理商就大概分成這幾個部分 好就是廣告就是廣告公司 大家要知道就是電視廣告 就是由他們去幫客戶完成的 然後公關公司呢就是會跟我現在的工作 比較像他們去幫客戶你定一個策略 然後甚至是事情發生 譬如說賣到前陣子那個食物什麼 原料什麼貨錢什麼的 公關公司就會出來處理 做危機處理的動作 或是像現在辦很多路跑比賽啊 就是你都會辦一些公關活動 然後接下來就是最近比較新奇的 數位行動的代理商 像有專門的代理商就是譬如說 欸他們公司非常的專精 就是在做Facebook的廣告投放 然後幫你做廣告的優化 就是如何讓你就是 可能全世界這麼多公司都投放在Facebook 就是讓你的廣告可以在所有人面前 第一眼就看到第一眼就出現做優化 還有就是做行動就是做Mobile的廣告這樣子 對然後還有就是通路 通路就是我們一般像現在這邊就是通路 就是店頭就是你們去買東西的時候 你就放在旁邊就是上架啊什麼廣告的 然後媒體代理 那媒體代理商就是幫客戶做媒體時段的 廣告時段的購買 就是節目和節目中間的廣告時段我們稱為破口 那破口的每一個不同時段的破口 其實價錢不一樣 路訊也不一樣 那媒體代理商就是負責幫客戶去處理這些東西 幫他們調查哪一個族具你適合在這個地方下廣告喔 然後跟你講說你買幾檔多少錢 就是做這些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是試料 試料公司就是會做一些行銷數字的調查 就是這個飲料產品啊 你的競爭對手有哪些哪些啊 哪些他們賣的銷售率狀況怎樣 族群是什麼 對 然後就是會有大概行銷產業代理商 其實分的還蠻細的 大概是有這些組成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家比較熟知的媒體 那媒體就是三大媒體嘛 平面網店店 還有就是現在的數位電子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家外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大家應該不用多說 如果想進媒體店的人應該對這些都很有研究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看得到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一般消費者可以得到資訊的一個管道 這樣一個媒介 然後我在前一個公司做什麼呢 其實我最主要是辦活動啦 對 因為我管一個協會 然後一個協會要可以經營的下去 就是你要有一些活動的路出 讓大家知道我們協會在做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另外一個職位就是 剛剛講的就是老闆的秘書 那我辦活動的 就是剛剛好像有提到 我在協會裡面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辦活動的話 從一開始到最後結束 包括寫計畫、拉贊助、邀約啊 然後連我是雜誌社 所以我們可以上雜誌的稿 然後那個視覺啊 我都會自己要自己做 然後甚至有活動的話 活動網站要自己做 然後連當天的主持也自己包 然後最後隨意自己做、結案自己做 就是從頭做到尾 對不對 所以如果大家會後有辦活動 最近在辦活動還會很困難 都可以找我 因為每個環節我都做過 我大概都知道大家困難點在哪裡 然後大家可能就會有一問啊 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這些我都有學過嗎 好像不會把怎麼可能這種戲 就是全部都教你做 然後對啊 然後有社團打工經驗有相關嗎 好像也沒有社團會教你做那些視覺稿 做網站 然後而且我們是非專科系的同學 我要怎麼進到這個產業 然後對啊 然後再跟大家補介紹一下 其實我是畢業於師大的社會教育系 就是一個大家聽起來 好像不知道在幹嘛的系 對 因為師大的下面有學長 有學長 有學妹 然後師大的話大家會叫 就是一個師範體系的一個學校 所以你們會知道你們讀的國文啊 英文數學 我們都有專門的科系 但你想到社會教育 好像沒有東西可以教的 因為社會我們有地理系 有地理系 有公民 公領系 教公民的 社會教育是一個沒有東西可以教的系 但其實我們學的呢 就是非正規教育之外的所有東西 所以包括像我現在接觸的是媒體做行銷產業 因為我們會從新聞上得到一些資訊 會得到一些知識 或是今天我們來教你這邊 我們會學到東西 這也是身為教育的一款 所以我們學得很廣 那學的這些東西 其實通通對我辦活動有幫助 因為我每一個都會有接觸到一點 我的系列上還真的有教我們怎麼用 Grenweaver做王帝的課 用Flash做動畫的課是真的 對 而且就是因為很廣 像社工也是很喜上的一款 對 所以就是 剛好每個都會一點 然後所以到那一段工作的時候 老闆也很驚訝 發生我怎麼都可以做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因為現在自己讀的科系 然後或是一些打工 然後就去局限自己 因為這些經驗 真的不管在任何時候 對你多少都會有些幫助 可是重點是要看你怎麼去運用它 像我打工我也當過端盤子 可是我覺得端盤子 我每天遇到不同的客人 不同的名稱很可能 我覺得對我來說 主持非常有幫助 或是我現在當公關 我要去每天跟 明明根本沒有見過面媒體 裝熟 好像認識十年一樣 真的跟媒體建立關係是公關最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也是我覺得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我都要加他們Facebook 然後觀察他在幹嘛 像最近很多我們電玩線的記者 剛從美國的E3電玩講回來 就看他什麼時候下飛機 去吃了什麼東西 就可以跟他聊天 對 我覺得觀察的入圍 其實在行銷產業非常重要 不管你做行銷或是做媒體 因為你接觸到的是人 然後在秘書這塊工作 就比較簡單 是管理的老闆行程 還有是 其實我也當了一陣子 我們雜誌設了人資 對 不管是管實習生 或是管正職的人 或是我做任何被教辦的事情 例如我那個時候 幫我老闆編完了一本書 我也就想說 我怎麼會編書 然後就幕已經都編完一本書 然後或是有一些新聞採訪 老闆也會叫我去這樣子 大家可能會覺得秘書就是一個 就是像電影穿著放到洞磨裡面的 那個Emily 一樣 但我覺得秘書來說 是一個學習成長 非常好的工作 因為你都是跟在大老闆們裡面 你可以觀察這些成功的人 像他們是什麼做的 像如果我沒有當秘書 我沒有辦法跟中華特縣總經理 會館老闆他們吃過 我把握他們手機號碼 可以私底下跟他們傳Line 然後都知道他們在幹嘛 那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經驗 你可以從他們身上觀察到很多 對於之後你去別的職場 或是在別的工作上 運用知道的東西 因為老闆的想法 他們是想比較大層面的東西 而不是像我們同學啊 就是剛從學校本間 就是我們接觸到的 都真的只有每件審查的東西 那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東西 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今天 會想要來教點 聽一些業界的 我們這些分享的出售 都會有聽過什麼 學到什麼 所以就是 對啊 然後也就是大家 多觀察自己身邊的時候有事情 然後不要幫自己做任何的局限 這樣子 然後 只剩一分五十秒 然後 我就是剛有競賽的講者嗎 其實我在那個動腦 在那個協會辦的最大一個活動 就是一個比賽 不曉得前場有沒有參加過 然後我那時候辦完 其實這個就是我履歷表裡面的內容 然後我那時候履歷表裡面的內容 就是放這些 然後大概看一下 今年人比較多 今年只有1500個人參加 對 然後 好 對 然後 履歷表就放這些 然後我為什麼 我剛會講說 為什麼我履歷表會放這些東西 然後在裁判工作裡面 我最喜歡的 就是如剛剛所講 我可以跟很多人接觸到 我一個從屏東鄉下來的孩子 我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跟那個老闆 就是一起坐在那邊 大家要做童筑去吃飯 然後聽野節的八卦這樣子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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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他們聊的東西很有趣耶 像他們 要不要想一下 老闆其實會聊韓劇耶 就是一群二十歲的老闆 我們就做童筑吃飯 大家都是總經理董事長喔 他們就突然聊說 最近那個很紅的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 主公的什麼東西 什麼 那個 什麼主公的什麼 他們就問我 他們就說 我都想到靈命之宅 我就說 我也有看 我看主公的太多 他們就一直講著主公 然後就發現 哇塞 他們這個年紀的人 他們會很想知道 我們年輕一輩人在想什麼 就像我們會想要 從他們身上去 學習到一些東西一樣 我覺得跟這些人交流 是一件 在我工作上非常 非常 覺得學習到很多 也是很熱在其中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然後 怎麼跨進來的 其實我不是本科系 但我為什麼會取得這些工作經驗 取得這些工作的機會 就想到為什麼行銷傳播產業會需要什麼人才 這個大家在面試前的話 應該投入你之前應該也都會想過這個問題 我要進圈這個產業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呢 那我會不會幫他們跳上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這些面試的經驗 因為我也面試過廣告公司啊 媒體啊 然後到現在是廣告主那邊 那我覺得他們共同點 還是他們會找合得來的人 而不是你有工作能力的人 因為今天你們的履歷會被他們看到 就代表你們在能力銀行上面 你們有一定的 一定的學歷是他們想要的 一定的工作經驗是他們覺得OK的 那他們只是要找一個合得來的人 因為這個產業公司非常常 我早上八、九點上班 可能工作到十點 加班到十點下班 下班到之後 因為隔天要辦活動 回家繼續用電腦 用電腦的燈到十二點一點 會突然在那種清水中 然後明天早上八點繼續到公司帶站這樣子 對 所以他們只是要找一個合得來的人 因為每天公司合常 如果我找一個很會工作 很會做事 很會辦活動 但是我通常要不合啊 就是每天工作八個小時 只有七、五小時在吵架 對 所以這個產業 很多人去面試沒有上就會灰心 我覺得就是可以多試 因為這個產業 就我剛剛想 我剛剛所講 其實有分很多面向 並想像中的廣很多 然後大家只是要找一個合得來的人 然後懂得行銷自己的人 所以大家就是多嘗試 然後這個產業 並想像中的廣 廣告公司沒有上 我們都可以去廣告公司 要去飼料公司 去試試看 因為這個產業沒有那麼局限 你到廣告公司十年 會接續到公關公司 或沒給代理商組產業這樣子 好 然後 好像沒有時間 其實我有稍微準備一下 我今天要這個產業 我不是怎麼面試的 因為我覺得 我當 在前一份工作 當人資 然後看了很多台面試的人 然後 其實我覺得做好功課 是對雙方的尊重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